失業率逐步回落 有金融機構就說會加薪 甚至高薪或角 究竟學歷高的人會不會較好 政府統計署的數字就告訴大家 每20個擁有專上學歷的人 就有一個人的人工不足4000元 另外我們就說說 24歲的Hebe 在美國一間著名大學讀統計學 去年畢業之後 以為有學位在手 英文又不差 回香港找工作應該不難 但結果找到半年有多 最後都是找一份文員工作 月薪只有7000多元 我也明白公司當然想要經驗高的人 但如果沒有一間公司 願意接受讓我們踏出第一步 我們永遠這批人 都不會有工作經驗 我本身和家人住 但我也想給他們家用 其實給他們家用 自己基本上吃、住 都已經說不會外出買東西 不會說出去和朋友玩 但都會慢慢緊不夠小 原來Hebe的待遇不算最差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 目前全港有大概100萬名打工仔 擁有專上學歷 當眾月薪不足4000元的 佔超過半成 即是5萬多名 比去年多出一乘三 換言之 因此每20個擁有專上學歷的打工仔 就有一個月薪低過4000元 經濟環境未完全復甦 工作機會不多 但大專畢業生就越來越多 面對這麼大的競爭 新畢業的同學一定是最受影響的一群 他沒有工作經驗 他沒有工作經驗 通常僱主是中長線需要人才會考慮 短線需要人才不會考慮 因為他的生產力不能即時提供出來 需要培訓 教他們 因為近年對新畢業生的態度 能力各方面的咎病 所以在一個波動的狀況下 僱主會傾向一些能夠快點投入生產 能夠快點幫助公司工作的人 他認為除非經濟全面復甦 不再局限在金融市場 否則新畢業的打工仔 可能要多捱一排薪資金低 找工作難的日子 亞洲電視記者李岸杰報導